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与国立阳明大学 在4月11日下午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未来两校能够合并教育研究人员 提升教师教学与研究成效 学生也可以跨校选修部分课程 拓展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能 台师大张国恩校长认为 两校的专业互补 这次合作将提供学生更多的资源 因为两校有共同的互补性 除了在研究上面 可以一起针对乡头的部分 做共同合作 阳明大学校长梁根毅 从小就与师大结缘 这次的签约让两校有更密切的合作 我们也虽然是我们的互费方式 能够在课程上 能够给我们的年轻的学生 更多的一些加贵 张校长将文保中心修复画作 比喻成医生替病人看病 巧妙地将两校的专业结合 图书馆馆长陈昭珍 也介绍文汇厅的纪念品 给阳明大学的贵宾 两校签约合作交流 在欢笑与咖啡香味中开始 相信两校专业互补的合作 将打造更优质的教学品质 让学生受益无限 县原记者张瑞荣采访报道